那位裂开 还是谁 还是example 但是example有枪了 捡到一把 七斗二 对 是的 但是对方人多势众 赶紧要冲过来了 哎呦 虽然打了一个 但是阵能的1897的补枪非常的快速 对 大家都很破碎 整个人都是冲锋枪啊 正面作战 哎呀 野牛能不能战胜 Pushio这个位子将Hesky打掉了 但是这些血量也是直接被换掉了 对 天白丝 支援赶过来 把Norris也补掉 哦 有CES这个手感 我还以为Bellmos那边能够逮到一个 没有想到啊 呃 还是炸到 有了 有了 你还真别说 这个 呃 亚太太局 这两个大哥打团战是真的 捐了一个 这你把我队友补了 这 对吧 Norris肯定是留不住了 好的 DIY等于初期上来就是一个二人战斗 嗯 过点很长 如果没 瞬间给记得 是的 另外的话呢 在 医院 XO已经是和二院 我还乘次的 有点白给啊 这个位置 对 因为其实你走到桥头的那个加油站就已经差不多了 嗯 本身这个 陛下 Yuri啊 嗯 哎 远点还有枪 夹住了 但是现在GX Siri跟Liu两个点能不能动一动 啊 他把加强的位置放出来 然后让GX踩完之后呢 哎呦 回车反卡了一手 哎呦 阵弹又倒了 你看就是这个侧身枪线啊 完全没有办法规避 嗯 决明队友啊 掉到这个 海里边去 哦呦 鲁铁 这子弹是一梭子摁到底啊 左肩摁着不动的 嗯 打那比较大的 这XO这个 你在完成掉了一个之后 它的延伸 又是单独延伸到这个神弯山上 嗯 确实有点奇怪啊 有点奇怪 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话题 XO是在圈一看圈决赛圈嘛 对不对 他去哪个高楼 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圆回来了 是 感觉有点晕 后续的圈形大概是会往右下角去走 他命一滴血 嗯 还是没顶住 但是RELLO出枪 RELLO现在手感震热 经济的车队啊 真的是脱节脱的太严重了 嗯 同样的 死法再来一遍吗 感觉坚决 他得要往上面去顶了 但是这种地形啊 太劣势了 就感觉天津的永远 只是处在一个被动街团 而且他的载具的这个 车距拉的又那么长 就是两个选手和两个选手之间的 嗯 所以想打 打一个 气势还是很足的 剩了一个 6 打一个都是赚的 我这个出枪速度很快啊 直接补 但是原地有人架枪 过点能不能跑进去 跑进去了 跑进去了 也没有机会去打药 It's Chris 他刚刚站在那里干嘛 我在想 站在那里 他刚刚掉到那个 不是 他站的那个位 我的意思是 站 你双腿去追车 有点难吧 我中了17脸上 小五 接两个 我打了两个 而且有围墙速球 直接过来补枪 快速也倒地 现在目前只剩 GMS一个人 你现在17就围着围墙打了 先别管外面的分数情况如何 对吧 你能拿到是肯定更好的 因为外面有枪线 没错 哎呦 GMS一个吊顶链有点痛的 兄弟们帮一手 鼓枪 就在外围过来 开椅 给队友爆点了 但是GMS又踢了个小五 还有吗 没有 小梅 小梅并住压力了 这边近点赶紧回来 扶一手队友 救救救 边边角角的位置要待一下 能待的位置就去一下 开始输出了 Inonix吧 波士哥给放倒 这是远点防徐的一个队枪 没有任何对我去到炮楼 那这一波直接往里去扎的话 LG刚好还能扎到一个不错的位置 LG是真的运营真的很拉满 总能找到机会 NCE是直接滑车 地图 主要是看他是不是就有开天眼 现在就是 他有没有可能继续往歪成那个方向去走 他去完成城头是一个 地图 横跨地图在把什么有枪线去干扰 是的 来啦 没地方进 在车上的一波 Ibiza 扎成功赶紧 先进去 雪亮和弹 旁边 Rio拉出来 打了小五 这个时候马上给投 之后 不过双方距离还是离得比较远 小五直接利用投注去反人 他一个残血的话 拖一下对方的时间 就算不能补 对吧 就是Pero那边也在动车了 都要往这里进 他们两个队伍 其实只是同一个角度而已 是的 对的 谢谢 让哥们选了个好点 对员 起来说是吧 但是Spa也过来 这个打了一手 而另一边 天罢是进攻了CS的三防 是的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开天眼打法是不现实的 是的 他只能从自己眼前逐步打过去 这里过点的话 有人又打掉一个 远点KKS打了之后 应该是被Ru给补了 K了一个人头 他把所有的雷全部招呼了 所以因为抵到了对方禁点 身为有点大 就是感觉 他一个人 这个协同只打的是有一点夸张 主要是打左边又打右边 然后分成了两拨枪线 是的 而另一边CS呢 也是将天罢给接住了 只是损失了一个人的代价 用道具啊 实习是被淘汰了 RG其实也是意高人的 他的整体的对于圈形的这个理解 以及视野控制是做得非常好的 而且在运气值的成分也是有的 就是有 X3的位置也是架得非常的舒服 这个手雷 The Mad直接被马云龙给炸倒 稍微刚刚说 Ru Ai 就是这个点啊 你只要探头身位落得过大 就会被Ru给打掉 没错 而现在Ru Ai是没子弹的 必须要快速解决 去补充自己的这个物资 想压过来 好 但是也被S3A给压回去了 是的 而那边Danawa去找麦田驾车阵 Rinux已经被打掉了 分数是被He-Mess给拿下 嗯 CS已经来到7个超胎了 那打了网LG的话 但是被发现了 没机会 一点伤害都没有造成了 赶紧填子弹了 嗯 回去还能服 Hal等于付出一人的代价 能服吗 这个圈已经开始收缩 一个扛嘛 嗯 Vox是把Rex的分数给拿下 那Hal付起来之后 赶紧要找麦田驾车的吧 CS一直没有去盯着一个 但是想枪了 MT这个位置偷了一个 坏了 怎么北边有个这么远的老六 LG出手 制裁了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是的 关键是分数没补掉 两边又是直接给他夹死了 是的 车开不了 没办法 这个整体的运营的 就是他们的主体思路 就是在早期Auth的时候 就已经很明显了 一个慢打的队伍 哎呦 开始刷屏了LG 厂上很舒服 有个炮楼有掩体 是的 随便抽 拿它没办法 CES是真难受 CES是没有办法再进圈了 不是吧 CES的淘汰费拿的还不错 八个淘汰 分数挺稳的 分数挺稳的 CES 这个雷输死一搏 这边Ru-LG 找人也看到了 好 结束 很easy 来了 又有车 又有坡 现在就是 CES的爱 这边的话 也是比较依赖第八个阶段的一个回切 要不然炮车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是的 能够比较 长的距离去拉扯 是的 活动范围是比较大的 即便是你开车一样中的 这个固点的Ru-LG 看起来像那种隔空喊话 你撞啊 对 你也不撞 你不撞我怎么撞 哈哈 你不撞我怎么撞 因为无解 对吧 月号下去两个背舞就是慢慢的等死 对 想去争这个第二 但是CES的爱 他因为毕竟进到这个圈边的距离啊 更短一些 好 他他妈不给分了 没错 拼一下拼一下 你还有车 两辆车 一线烟 封不封 再挪一挪吧 哎呦 我车上直接被点下来两个 CES的位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开不动 这炮楼太容易看到你了 随便冲 真开不动这个车 一看打下来两个 你不来我来咯 Adam埋在麦田当中 埋了一个最北边 Adam这边 但Richby他要扛住啊 他得扛住 他的位置暴露的 这个时候 Adam什么时候出手 有点难吧 我的兄弟在哪里 来了 拉墙打第二个 坏了坏了坏了 没掩抵 我感觉这部如果是有一个小卖动